这里是香港的铜锣湾 是香港最繁忙的商业聚集地之一 也是寸土寸金之地 设计师黄卓建一家 就在这里租了一处房子 是个大开间 只有20平方米 有人使用一个空间 作为它写数的地方 有人使用它只是用来睡觉 有人把所有的空间 空间交换把它使用很多变化的地方 对我们来讲 空间在福音人怎样去使用它 房间虽然小 一家四口的生活总是其乐融融 但是随着五岁和十岁的女儿 一天天长大 他们越来越需要独立的空间 也需要更多活动的地方 黄卓建决定来一次家庭大改造 经过反复思考 他决定用时间换空间的方法 来改变空间 好的设计就是有好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看聪明空间 既然是租来的房子 就不能做太多结构改造 于是 它在不破坏原有的地面墙面基础上 仅仅通过定制多功能组合家具 来划分空间 一面墙大的多功能活动柜墙 巧妙地变出五倍于原来的空间 通过移动这面柜墙 在一天不同的时间 房间可以呈现不同的状态 原本的二十平方米 通过移动柜墙 在一天不同的时段 拥有了衣帽间五平米 主人房十平米 儿童房十平米 游戏房十五平米 书房二十平米 餐厅二十平米 客厅二十平米 这样足足有了一百平方米的使用面积 五六位技工师傅 用了三天时间来安装组合家具 三天后 小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诶 可以来咯 你们要不要看你们的新家咯 重视朋友喜欢热闹的黄卓健夫妇 即使在二十平米里 也能同时招待很多朋友 这个折叠餐桌 可以容纳四五个朋友一起吃饭 沙发旁边还可以放一个小餐桌 这样一来 一次就能招待十个朋友 而当朋友们离开后 女儿们回来 就有了他们自己的房间 只需收起饭桌 滑动柜体靠向一侧 女儿们就有了宽敞的儿童房 孩子们喜欢阅读 多功能柜墙上 还有一个隐藏的书桌 旁边就是书柜 能放很多书 小女儿的书桌 则在另外一侧 两人可以同时开启学习模式 互不打扰 收起书桌 小朋友们就有了宽敞的活动天地 度过呼朋引伴的童年时光 开启游戏模式 黄酌剑特意在柜墙中间放了一面黑板 孩子们随意涂鸦画画 留下自己的作品 弹出隐藏式的双层床 大女儿睡上面 小女儿睡下床 姐妹俩就这样陪伴成长 我的小女儿非常喜欢跟姐姐睡 所以她爬到上面去 有这个围栏 这个很安全 只要把墙面 把它推到这边来 这个沙发可以变成我们的床 二十平米中 也能有夫妇俩的独立空间 只要把墙柜移过来 放下沙发床 夫妇二人就有了自己的卧室 家就是这样一个 不需要太多华丽的地方 黄酌剑用巧思和智慧 让亲爱的家人们 有了更美妙的生活 虽然是麻雀虽小武藏俱全 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你想一想 它需要的这个空间里 所出现的功能是全方位的 对 可以移动的 可以推拉的 可以展开的 可以收叠的 这样的设计理念 并且在三天完成了 整体的所有的安装 那就是说在香港 在一个营给的城市里边 可能有很多人群 是一定是面临这样的 居住环境 所以设计师 根据这些人群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 针对性的设计 那么结果是特别棒的 这是一个租赁的房子 所以它无法做一个 营救的选择 所以它这个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它要搬家 这些东西都可以 拆卸搬运的 可以重复使用的 这个小空间里面 其实起到最大作用 就是那个可移动的一个墙 一个富士墙 它把所有的东西 都隐藏在里边了 但是你说平常我们 如果要定做一个 这样的一个家具的话 是不是也很难找吧 不是 现在的所有的配套设备 都是很规范的 都是标准件 是没有问题的 就它里面的 所有的金属件的推拉 挂的 推移的这些伸缩件 其实都是现成的 只不过是用这样的板材 把它联合在一起 如果我们要在定制 复合式家具的时候 有哪些东西 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要根据每个人的 所承担的能力 而选择不同的材料 和设计方式 可以借鉴于 这样的一个空间模式 把生活区域和娱乐 接待 休闲的区域 化两个空间 其实人的睡觉空间 是固定的 那个是隐私空间 它完全可以做到 遮叠式的 隐藏式的 早上起床 就把它藏起来了 晚上睡觉打开了 注意的问题就是 我觉得 就还是安全问题 就是这些配件 要过得硬的 这些配套设备 你